与此同时,长孙无极,飞快解口。 孟将军,你退下。 孟富瑶立即一躬身。 是,退后三步,转身就走。 慢着,元皇后冰冷的目光,似要在孟富瑶背上烧出一个洞来,冷冷道。 本宫正在说话,你与其小臣,敢说走就走。 孟富瑶背对着他,叹一口气,长孙无极的娘怎么这么个德行呢? 姑娘,我是你屁的臣子呀,我为啥不敢走? 要不是看在长孙无极的面子上,我还敢踹你呢? 娘娘。 她回转身,微微一躬,不卑不亢的道。 微臣听命于太子殿下,太子命微臣退下,微臣自得遵行。 何况,微臣也从未听说过,五州大陆各国公卷可以直接指令并处置外臣的。 你! 元皇后气的朱冠都在微颤,半赏咬牙道。 果然是个狂妄无礼,不知死活的小子。 娘娘,您失礼了。 长孙无极突然接话,语气默然。 这是我无极的功臣,是在德王一案中居功甚伟的英杰,是父皇刚刚下旨封刺的孟将军。 我无极朝廷上下,都对将军的勇义忠诚,十分感激。 您作为母仪天下的后宫之首,如此对待功臣,有失身份,也令欲血苦战的重将士,韩兴。 功臣! 元皇后微微上调的尾音,不知是笑意还是讥讽。 这世道,着实颠倒了。 忠心耿耿的老臣被下狱,乳性未干的小儿成功臣。 哈哈,哈哈,她笑了两声,缓步上前来,步子踏得急慢,行动间,环佩叮当。 在这内院楼台深深长廊间,一声一声响,别有一番破人的压力。 她行到孟夫瑶身前,光滑摇曳的珠光,遮住她,打亮孟夫瑶的眼神。 孟夫瑶却依然感觉到珠光后,她力剑般分与凉的目光,那么剔肉搜骨地看了一遍,不像看一个臣子,倒像看生死仇人。 我很想知道,孟功臣是如何单身闯营杀七将,一记抽薪会得网的。 元皇后一抹挟枝深艳的唇,清起,笑盈盈地看着她。 整个京城都在传唱你的故事,连我这深宫妇人都有幸听闻。 平日里想着,该是怎样的勇武男子,不想还这般年轻。 她微笑,真是我无极朝廷之福。 孟夫瑶后退一步,微微一躬,道。 小子无知,皇后抬爱。 元皇后缓缓道。 好说,好说。 她伸出平津促锈飞凤的衣袖,衣袖里套着发廊护甲的食指仙仙,亲自去扶她。 皇儿说了,你是功臣,免礼吧。 孟夫瑶将其胃起,她伸手去扶,宽大的衣袖垂下,衣袖下伸出的手掌一翻,食指突然向前一勾,正正勾向脑袋低伏的孟夫瑶的眼睛。 尖力弯长,有如石柄小匕首的指甲,浸在孟夫瑶面门,只要一勾,孟夫瑶的眼睛就会被挖下。 咔嚓,极其轻微的断裂声,袁皇后突然僵住,片刻后,十枚深蓝色香碎石榴石的护甲跌落白石地面,四处见射,响出一连串清脆的破碎之音。 孟夫瑶微笑着,抬起头,成茧状的手指,自僵硬的袁皇后指尖移开,她俏皮地对着袁皇后动了动她的剪刀手,哈哈一笑道。 皇后这护甲质量真差,一碰就断了,哈哈哈哈,随即孟夫瑶毫不客气地,手狠狠一甩,袁皇后立即一个亮枪,险些摘到长孙无极身上。 长孙无极,副手身后,根本就没打算去扶她,她看袁皇后的神情十分复杂,似疼痛,似憎伤,似无奈,只是一个眼神,更像是一声悠长的叹息。 袁皇后连退几步,才伸手在郎柱上织住身子,抬头狠狠盯着孟夫瑶,半嗓,突然笑了,居然又恢复了雍容平静的仪态,和声道。 本宫战力不稳,险些伤着孟将军,多劳将军相救。 是吗?我还以为娘娘在练一门新功夫。 孟夫瑶吹了吹手指,轻描淡写的道,大抵九阴白骨爪之类的功夫,可惜功力未练到家。 那自然不能和将军比。 袁皇后淡淡道,将军若非一身好功夫,又怎么能混入德王军营,杀我朝廷运粮官,搅乱德王军心? 娘娘,请恕儿臣提醒你一句,掌风无极一直沉默注视着袁皇后,此时突然接口。 德王军是叛军,德王任命的运粮官是逆臣,礼当扶诸。 孟将军失去平叛,这其间是非大义,您可别记混了。 平叛,这个词好像一把火烧着了一直森冷镇定的袁皇后,她突然冷笑一声。 哼,如何尚未审讯,便以此罪名论定。 德王功过未定,太子便要诬陷她,谋逆大罪吗? 你轰于忠道,德王为你起兵报仇,何错之有? 怎么便遭了这罪? 成为你捡出异己的替罪羊? 长孙无极凝视着她,这一刻她眼神里疼痛一掠而过,半赏缓缓道。 儿臣轰于忠道,未曾见母后驾铃万州,德王居于华州,母后两日之内便急赶道。 事事之奇,真令人感慨。 她语气平静,却一字字利若刀锋,元皇后听得面色一白,张口结舌,接不了话,半赏才道。 你不过,是诈死而已。 是,娘娘明察秋毫,既知道儿臣诈死,又明白德王冤屈。 长孙无极笑得讥笑。 哼,儿臣会记得您为德王的便白之言,并在审讯时力求功允。 不过,既然娘娘列临华州,不为游玩,只为德王而来,想必未得父皇准许。 那儿臣作为监国,就得提醒您一句。 宫眷不得随意出宫,更不得干预国政。 您两条都犯了,还是早些回宫为事。 她看也不看元皇后,一幅秀道。 来人,恭送娘娘奉嫁回宫。 我不回去。 元皇后连本宫都不说了,直听挺立在当地,手指紧紧抓住栏杆,冷声道。 我就在这里看着,看我的皇儿,怎么对付她。 宋娘娘休息。 长孙无极豁然截断她的话,转身拉了孟福瑶就走。 她步子很快,孟福瑶有点担心地看着她眉宇间的铁青之色。 这是长孙无极第二次发怒。 但是,这次的愤怒中,悲哀之意却更浓些。 长孙无极,你好狠心。 身后,元皇后一声尖呼,撕破窒息般的寂静。 失去发廊护甲的精灵指甲,因为用力太过,她差一声断裂。 她的声音比那断裂声还要令人心惊。 你不能杀她,她是,她是…… 紫影一飘,一阵风似的向后一掠,刹那间,元皇后身边便多了长孙无极。 微微低手,长孙无极毫无表情地看着自己的母后淡淡道。 您今天,真是多话。 元皇后抬眼盯着她,气息不住起伏,半赏道。 孽子,你干脆连我一起杀了吧。 儿臣怎么会杀母后? 长孙无极,又恢复了那种淡然的笑意,轻轻道。 只有其罪当死的人,才应该死。 谁其罪当死? 元皇后接口很快,得网友一轻一跪之权。 心术不正者,当死。 元昭许冷冷答,突然俯身到元皇后耳边,嘀嘀道。 我已忍耐了她很久,我也已经给了她最后的机会,然而我让一步,人尽十丈,甚至触着了我的底线。 对不住,母后,我不想背负罪孽,但有些不知进退的人,逼得我不得不背。 你也在逼我死。 元皇后也冷静下来,将发廊护甲断裂的手指,慢慢搁上自己的咽喉,对着元昭许露出一个平静而森然的笑容。 无极,你莫要后悔。 用断裂的指甲自杀吗? 长孙无极微笑着淡淡道。 上次是碎花瓶,再上次是杏仁芝。 娘娘。 您真是花样百出。 她不再看元皇后,仰手,对远远扶手站在一边,不敢抬头,看这对天家母子的护卫,唤了一声。 送娘娘去休息。 转身就走。 她刚走几步,迎面匆匆过来总督,满面是汗,面色惨白的,附在长孙无极耳边滴滴说了几句。 孟夫瑶隐约听见自尽之类的字眼,心中不由一紧,抬眼看长孙无极,她脸上笑意尽去,目光里翻卷起汹涌而暗黑的潮。 孟夫瑶靠着她的手,便觉得她指尖冰凉,身后元皇后似也感应到什么,快步追了上来,问。 发生了什么事? 长孙无极逃也不回,道。 送娘娘回去,护卫们游移着过去,身后元皇后果然立声道。 退下! 这里有你们都市的地方! 本宫要来便来,要走便走,看谁能动着本宫! 长孙无极回眸,一笑道。 是,娘娘,没人能动着您,您爱做什么,大可以去做什么,但是儿臣提醒您一句,儿臣还是有可以动得着的人的。 您动得让儿臣不安了,儿臣便只好直接解决那个祸乱之缘,您看着办吧。 你…… 长孙无极已经拉着孟夫瑶走开,孟夫瑶走到长廊中段,忍不住回首。 便见那滑艳而高贵的女子浑身发抖地立在长廊中央,那一抹浓重逼人的明黄色,这般远看去,却突然多了几分衰弱和憔悴,如一片即将枯萎的叶子,无助飘落金玉满堂的华美宫雀。 孟夫瑶一声叹息,想在心底,这就是天家母子,这就是皇族生活。 而与我诈,针锋相对,杀鸡暗影,冷漠无情。 他一直以为,作为五州大陆地位最高的独生皇子,十五岁便坚国辅政的长孙无极,必然是父皇母后唯一的骄傲和荣光。 无极皇族这一家,也必然是五州皇族中最为和美融洽的一家,却不曾想到,母子之间竟然裂痕深深,举语重重。 两人的对谈含义逼人,听得他这个外人含毛倒数,这宫阙千层,楼阁万处,到底掩盖了多少皇家不能说的秘密。 德王和皇后,关系不一般吧,长孙无极是因此才对德王网开一面的吗? 他竟然在无意中得罪了长孙无极的老妈,看人家恨不得剥了他皮的眼神,孟富瑶就觉得悲哀,得罪大神不要紧,得罪大婶,后果严重啊,哎呀。 长孙无极越走越快,他淡紫色的衣衫在早春一片盈绿中风般拂过,像一朵走得飞快的软云。 孟富瑶盯着他的步子,心里隐隐不安,他认识他以来,这人从来都是从容淡定,风雨不惊的,失态,失措,失措,似乎和他绝缘。 然而这一刻,看着他明显被内心复杂情绪冲击得有些快而不稳的步子,孟富瑶有些发症,发生了什么事,会令他如此震惊呢? 两人跟着总督一路向后院走,越走越偏僻,越走人越少,直到一排下人房前停下,这些房子看起来普通,外面还亮晒着花花绿绿布衣。 三人从布衣中间穿过去,总督开了第三间屋子的门,门一推,一股沉重的生铁味道扑面而来,室内光线黑沉有暗,乍一看,用具普通。 然而孟富瑶的目光已经落在了一盏普通的油灯上。 果然,总督上前,手伸进灯帽之中一提,西墙轰隆隆提起,总督拱着身一让,却不敢再前进一步,站在那道深深的阶梯下面,满头大汗地拱下身去。 无意中撞见皇室机密,总督只觉得大事不妙,看着孟富瑶傻兮兮的一路跟着,那眼神就像看之即将迈入屠宰场的呆头鹅。 呆头鹅自己毫无自觉,跟着长孙无极一路沿着铁阶梯下去,还好客气地问总督,您不带路吗? 总督抹一把汗,按骂哪里来的二百五,连连倒。 下官在此为殿下守门。 长孙无极,头也不回,摆了摆手,暗门隆隆闭合,更重的铁锈气味逼来,隐约还有些更为森凉刺鼻的味道,那味道孟富瑶熟悉得很,他正了正,掌心一凉。 阶梯一路向下,两人快捷的步子踏在铁梯上哒哒直响,悠悠远远地传开去,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声息。 这里,死寂,森冷,黑暗,空旷,像生命的永恒棉床,像埋葬了无数死人的陵墓。 长孙无极,突然在最下方的阶梯前停住了脚步,他停得极其突然,孟富瑶低着头想心事,险些撞上了他的后背,一抬头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血,满眼的血,那些淋漓的鲜血缓慢地从铁栅栏中间流出来,粘腻而浓稠地蠕动着,像是一条条赤链蛇无声地、渗人地在地面上缓缓游动。 正对着阶梯的铁墙上,也被大幅大幅地鲜血涂满,那血迹成喷射状洒上。 在铁墙上,展开大朵大朵的血花,血花之中,几个笔意伶俐的大字,张牙舞爪地写在正中,触目惊心。 以我之命,助耳之罪。 那几个字写得充满恨意,笔笔都粗如手指,那些运满了鲜血的笔画末端,承载不住那般的恶毒和仇恨般,盈满的鲜血先是坠出一个弯曲的弧度,随即细细滑落,每一道笔画都拖曳出无数条细血线,交织纵横成血色之网,似要网住某些来自地狱深处的诅咒。 德王就端坐在这几个字下,他盘膝,睁目,张着嘴,嘴里的舌头已经没有了,一些已经流得差不多的鲜血从他嘴里缓缓地滴出来。 他坐在正对着阶梯末端的方向,换句话说,任何吓到这铁牢的人都会第一眼看见那恐怖张开的血口,这般视野的猛烈冲击有多少人可以承受? 而那几个字,孟富瑶握紧手掌,缓缓转头,看长孙无极。 他立在最后一层阶梯上,始终没有走下那最后一步,他站得笔直,衣袖却在无风自动,一点酸酸的寒意从他身侧散发出来,比那铁锈更沉,比那血腥更重。 孟富瑶走下一步,立在他身后,他总觉得这一刻长孙无极的背影看起来如此衰弱,是他认识他以来最为衰弱的时刻。 这一世的血气似已侵入他的肌骨,以至于他含到了心底,冻结了血液。 有人用最惨烈的死法作为报复,对着那个他始终无力掌控的人,砍下此生最后也最为有力的一击。 这一刻似乎很短,这一刻似乎很长,令人窒息的黑暗和血色的沉默里,终于听见长孙无极一声悠悠叹息。 你好狠。 孟富瑶心提了提,长孙无极语气里的苍凉像是一双无力的手,突然攥住了他的呼吸,随即又听他嘀嘀的。 爹,满天的雷突然都劈到了孟富瑶的头顶,炸得他神魂飞散,四分五裂。 哐的一声,孟富瑶撞在了铁梯上,他却已经不知道痛,一反手紧紧捏住了铁栏杆。 那些粗糙而冰凉的铁粒摩擦着他的手,他在那样的疼痛里恍然惊觉,原来这真的不是梦。 德王是长孙无极的亲生父亲,就在刚才原皇后喊出的他是,孟富瑶以为要说的是他是我的爱人,却未曾想到这个破折号之后的空白竟然是这样一个惊天的秘密。 他眼前金星乱冒,很多混乱的念头在脑海中横冲直撞。 德王的风飞,他辱骂长孙无极得位不正,长孙无极对德王的忍耐和试探。 长孙无极说,我曾未想过他真的会下手杀我。 他说那句话的时候,语气中的苦涩,还有那,以我之命,助尔之罪。 助尔,逼死亲父之罪。 这是怎样的父子,这是怎样的父母? 孟富瑶打着寒颤,牙齿上下交击格格直响,他不是畏惧,只是觉得冷,为着纠结着皇族隐私不伦,散发着血腥气息的绅士之谜和最终的结局,而感到寒冷。 为明动天下,每一般光滑无瑕的长孙无极,却始终在无人知道的背后,背负着这样一段难以启齿的疼痛而感到寒冷。 他这般的冷,却对着一直没有回头的长孙无极,张开了双臂。 他从身后抱住了长孙无极,就像那夜前进他房中的长孙无极抱住他一般。 他将脸紧紧贴在长孙无极冰冷的后背,动作轻柔,就像那日长孙无极将下巴割在他的肩头。 那夜,春风如雪,花香淡淡,他们并整卧在床上,看春光在这美好的夜中,缓缓,掖着群浮走过。 这夜,血腥冲天,力气环绕,他们立在铁锈深重的阶梯上,看着对面一个人惨烈的尸体,大张着嘴,以死控诉。 长孙无极,漠然而立,宽大衣袖,长长垂露。 他素来漠然却挺直的背影,此刻看来却软弱无力,他虽然立着,却像一阵风便可以卷去,卷入冰冷楼台,从此永远寻不着命运的救赎。 他站着,不知道站了多久,月光浅浅地照过来,他并边一丝溢出的发,色泽渐渐浅淡,由黑而灰而白,最后化成了月光的铜色。 刹那,白发! 孟富瑶震惊地看着那根白发欺然飞舞,那细细的发丝像一根铁边狠狠抽在了他的心上,他的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,以断线般低落,他这一刻觉得自己如此无用,不能拥有命运的翻云覆雨手,抹去人生里最惨烈的那一幕,他只能抱紧长孙无极,抱紧他在不断细微颤抖的后背。 他道。 吴极,你说话,你说话呀! 他道,不是你的罪,不是你的罪! 他一遍遍地重复,眼泪缓缓浸湿了长孙无极,担子的长衣,那一片衣巾渐渐色泽深浓,远看来也如血。 长孙无极终于动了动,他缓缓转身,将孟富瑶轻轻抱在怀里, 他指尖的冰冷,透着孟富瑶几层衣物直达他心底。 孟富瑶抬头看他一瞬间,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,听他淡淡道。 富瑶,是否我们都生来代罪? 不,孟富瑶摇头,这是欲加之罪,是别人错误的选择,与你何干? 长孙无极,你一生智慧天纵,你应该想明白这其中的道理,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。 他突然放开长孙无极,大步走到牢门前,拔出试天用力一劈,锁链哗啦啦散开,孟富瑶推门进去,行至德王面前,双膝一跪,砰砰砰砰,磕了三个头,倒。 死者为大,无论生前有如何的恩怨,这都是我,该当拜你的。 另外,这也是我提前为惊扰你的遗体道歉,有件事,不管你愿不愿意,我必须做。 他站起身,上前,抬手,合起了德王大张的嘴。 无论谁有什么错,这都不应该是一个父亲惩罚儿子的方式。 他神情坚决地伸手,合上了德王大张的眼睛,将他的身体轻轻放倒,顺手毫不犹豫地将墙壁上的血字给擦了。 四周没有布,他用自己的衣袖一点点试干那血迹。 擦完,他回转身,看见长孙无极不知何时已经下了阶梯,敷坐在地,默默看着他做这一切。 他神情一直都非常安静,安静地像从铁牢顶上一线极窄的窗口洒下的那点月光,轻而凉。 镀在那深黑的地面上,像一卷不可揭去的无字卑帖。 那些随死亡淡去的恩怨爱恨是非功过,正如无字卑帖,唯有用空白去评书。 刹那间,一夜心事蹉跎,独留这夜未央天流离火。 墙壁上的血字可以抹去,那些留在心上的印痕,却又要如何解脱? 梦富瑶缓缓走过去,从怀中摸出火褶子,点亮,欠碧铜灯,随即也坐了下来,坐在一地血迹中,坐在长僧无极面前。 铜灯灯光幽暗闪烁飘摇,点点昏黄光影,在空气的室内穿梭,将那些过去已久沉淀的往事和不可挽回的现金秘密交织。 很久以前,有位皇帝,在一次平叛战争中,身受重伤,使他身边的一个大将,背负着他,躲藏在山洞中,并最终在最危险的时候,待他而死。 这位大将本身也是远知皇族一脉,和皇帝同姓。 那位皇帝脱险后,对着满朝文武发誓,终其皇族一脉,永不可负将军后代,并收养了将军的孤儿,视为亲子。 自此,那位孤儿一脉,代代封王,并守护着皇族一脉,亲如一家。 大约在三代过后,这一代的皇帝,生来先天不足,体弱多病,这一代的王爷骁勇善战,忠心为国,被皇帝,以为左膀右臂。 两人青年时,经常结伴而行,私伏出游。 那一年牧春,两人踏春,去京郊一座山,皇帝来了兴致,在半山亭中抚琴一举,王爷凑姓舞剑,各在酣畅处,却被一个路过的女子打断。 那女子说话,灵动犀利,将两人的琴意和剑术,都狠狠讽刺了一通,两人样样而归,心里不知怎的,都不曾忘记那女子。 灯火朦胧,映着长僧无极,平静容颜,她眼神渺远,似乎透过此刻凄冷一幕,看见了很多年前,牧春山花落,清风流影长。 清秀的男子亭中抚琴,涌烈的少年树下舞剑,一地落花,满天缭绕中,淡黄衣衫的少女,翘生生走来。 一番灵鹰般的言语,从此搅动了这世间的情面,搅动了一个皇族的臣服,搅动了无数人的命运。 并在很多很多年后,仍旧在戕害无辜。 孟福尧无声地伸手过去,握住了她的手,长僧无极淡淡地笑,轻轻拍了拍她的手。 大约又过了阵日子,皇帝忙于国事,渐渐也就将那女子忘了。 某日,王爷却兴冲冲进宫,告诉皇帝找到了那女子,并说要娶她。 皇帝听说那女子出身忘卒,也颇心动,却不想仗是帝王之尊夺兄弟所爱。 便命贴身太监去那女子府中送上一幅名画。 那是出自前朝国首的雪中舞剑图,皇帝想的是女子既然会舞,想必会喜欢这话。 并要太监,不许泄露自己身份,只说某日踏青之欲,蒙小姐一番教诲。 从此念念不忘,斗胆献话,求小姐垂青。 那女子接了话,仔细看了半赏,问太监。 弹琴者 武剑者 派监以为他问的是话的内容,答。 武剑者 女子展眉一笑,道。 好 一锤定音,皇帝十分喜欢,当即下了旨,那女子为妃。 进宫第二年,女子产子,那是皇族这一代的第一个皇子,也是唯一的一个。 皇帝更是喜悦,将她策为皇后。 皇后策立的那一年,王爷也纳了王妃。 对方是灵江王的长女,皇族郡主。 本来同宗不可结亲,但是这位郡主自幼交养。 于举于求,她清新王爷非他不嫁,便也就嫁了。 当日民风大度舒朗,并不迂腐。 世人看来,他们也是极为美满的一对。 掌风无极,仰手看窗口那一线月色,今夜似是月圆之夜。 很多年前的那一夜,在那两对看似美满的皇族夫妻的心房屋檐上,是否也高悬着这样一轮圆满的月。 而那样的月夜里,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,使得以后的岁月中了仇恨的毒,一日日销魂事故,直到将结局适成永久的残缺。 日子就这么过去,在所有人看来,事情并没有任何异常。 然而,却只有当事人知道内里的波涛汹涌。 比如那位皇后,她发现自己所嫁妃人,更发现皇帝因为体弱,已经不能人道。 比如皇帝,发觉皇后心里的人根本不是她。 比如王爷,认为是皇帝抢去了她心爱的女子。 比如王妃,终于发觉丈夫不算自己真正的丈夫。 这些行事像毒瘤一样,埋藏在四个人心里,没有一日他们能获得安宁。 然后,那个孩子长大了。 三岁那年,她失踪了半个月。 其实,也不是失踪,她是被王妃给抱走了。 孟夫妖短促地啊了一声。 王妃,那是个天生有些偏执和疯狂的女子。 她冒险入宫,偷偷抱走了那个孩子,把她关在密室里。 她并不打骂她,却整日用一面镜子照她,指着镜子里的人对她说。 你看看你的鼻子,你的鹅角,你是她的,你是她的,这个贱人,贱人,贱人,贱人。 她不停息地诅咒,那孩子听得要哭,那女子便狠狠掐她,不许她哭。 她说,这世上人,笑不是笑,哭不是哭,摆在脸上的都是假的,只有心里的苦是真的,而心里的苦是不能给人看见的。 一旦看见了,就完了。 那孩子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室里待了半个月,整天被那镜子照着,照得她两眼发花,当她被救出来的时候,她差点瞎了,从此以后,她确实也不会哭了。 孟富瑶突然仰起头,吸了吸鼻子,哑着嗓子道。 停一分钟,我消化一下。 长风无极,垂下眼,用自己冰冷的手,轻轻摸缩着她的手指,柔声道。 都过去了。 孟富瑶盯着她胸前,那里不知何时也一团尸,她伸手过去,把那个偷偷哭的家伙拎出来,往额前一笔,轻轻道。 耗子,别一只躲着,我们抱头痛哭吧。 元宝大人伸爪,无声地抱住了她脖子。 长风无极笑了笑,依旧是笑了笑。 孟富瑶偏过头去,此刻她一点也不想看见她的笑。 那样永远雍容高贵淡定不惊的笑意里,深藏了一个孩子怎样被逼挣扎的蜕变。 深藏了她怎样的不能为人知,也不能为人言的痛苦,深藏了琉璃般光滑完美的长孙太子,然后无法收拾的破碎。 她无力弥补那份疼痛的破碎,她只能握紧她的手,妄图用自己的温暖,来暖进那男子,凝了冰,结了冻,冰雪一片的心。 那来救那孩子的,就是王爷。 她直直地盯着那孩子,盯着她害怕起来,才一把抱起她,她疯狂地笑,说,"我的,我的,哈哈哈哈,这是我的,这回你再也抢不去。 那皇后当时也在,她挥退宫女,走过来把门一关,突然扑过去抱住她,哭道,"是你的,是我们的。 我们的,将来,都是我们的。 他们没有避难孩子,他们以为她没听懂,可是偏偏,她懂了。 那孩子长到十多岁,渐渐有了些才能,她的父皇很宠爱她,早早地放手给了她军国大权,由得她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。 王爷和皇后都很欢喜,他们商量着,要扶持王爷登基为帝,杀了那皇帝。 这事,给那孩子知道了,她思考了数日数夜,一直没下定决心,那晚她去皇帝请宫,给皇帝请安。 一直缠绵病榻的皇帝正在把玩一幅图,看见她,并没有收起,反而招手,要她过去看。 就在那晚,那孩子知道了全部的故事。 然而,她最不能忘记的是,皇帝提起皇后时的眼底柔情,提起王爷时的淡淡歉意,以及看着她的时候温和的眼神。 那一刻,她立即明白,皇帝什么都知道,包括她的身世。 那晚,回到自己寝宫,那孩子一夜没睡,她仔仔细细将王爷和皇帝的性子都思考了一遍。 她不得不承认,无论是做父亲还是皇帝,没有人比后者更好。 王爷性子偏狭,多年来更被仇恨刺激的心术不正。 皇帝虽然陷于体弱,不能有更大的成就,但他宽厚慈和,轻尧伯父,国民因他而能有安宁的时日。 而对那个孩子,他亦从未有任何亏负,他扶着他学步,他把着他的手教他写字,他把他放在膝上,一起披改奏章。 在那夜之前,他从未令那孩子察觉,他不是他的父亲。 血脉和亲情,两者不能病得。 那一夜,那孩子想出了白发。 到的清晨,晨曦里,他拔去那根白发,然后以监国之令,接连下了几道旨意。 那几道旨意,给了王爷更为尊荣的封号,更多的封地,却消去了他的军权。 那孩子当时还兴奋希望,希望王爷能主动救风,从此走远了。 那些沉在岁月里的旧食恩怨,也便能慢慢淡去了。 然而,王爷以王妃身体不佳为由拒绝救风。 失去军权后,他并没有甘心养老,一直韬光养晦,暗中交连。 他行事光明磊落,对朝廷总是一副忠心耿耿模样。 朝野上下,无人不散他,忠义人勇。 那孩子一直冷眼看着,一方面确实不能随意处置忠臣,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亲生父亲悬崖勒马。 所以,只是一直暗中撤肘,却没有真正动他。 谁知道,王爷竟是个胆子比天大的人物,他耐不得这般日子,竟然联合了皇后,去暗示这个孩子他的身世,要求他认祖归宗,杀了养父,迎接亲生父亲归位。 这个要求,着实荒唐,那孩子一笑而已,然而王爷愤恨之下,竟然真的铤而走险,勾连外国,并遇待山洞,再经军中旧部,发动兵乱。 那孩子知道这事后,知道事已不可违,只得痛下决心,给了他二十万军,去平边疆之乱。 这是考验,也是最后一个机会。 王爷如果老老实实评判,那孩子也绝不会难为自己的亲生父亲。 然而他,果然作乱了。 长僧无极,没有笑意地笑了笑,道。 后面的事,你自然知道了,那是发生在当朝长僧皇族的故事,王爷是德王,皇后是我母后,那个孩子,就是我。 孟夫瑶紧紧抓着他的手,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,这世间为何要有那许多阴差阳错颠倒翻覆,生生葬送了那些无辜人的幸福,这个故事里明明谁都没有错,最终却造成了谁也料想不到的后果。 孟夫瑶 孟夫瑶 高罗国作乱是真的,我没有骗你。 长僧无极低低的,只是我既然能查获在国内潜伏的高罗间隙脱离,我自然对高罗早有防备。 所以我过去没多久,高罗战事就结束了。 但是这个消息,没有放出来。 而我需要向你解释的是,这一刻,终于可以解释。 他温柔地理了理孟夫瑶眼侧,被眼泪黏在鹅角的发,亲自替他拢好了乱了的鬓角,道。 我确实没有想到,他不惜放弃姚城,也要设计杀我。 我料到了所有事,竟然愚蠢地没有料到,我的父亲要杀我。 我的父亲,要杀我。 孟夫瑶的眼泪滴了下来,滴在鲜血浮荡的地面上,那些凝结的紫色的血被化开,在地面上再次阴出一片淡红,像一朵黄泉彼岸开放的花叶,永不相见的。 满书沙滑。 他突然扑过去,抱住了一动不动的掌僧无极的肩,他的眼泪滚烫地灼在掌僧无极肌肤上,一滴滴都似水银般沉重,穿裂击骨直入心底,砸出一大片的灼热的疼痛。 掌僧无极缓缓抬眼,看着灯下泪水盈盈的孟夫瑶,此刻一灯昏黄那些写满沧海桑田寂寞的故事, 缓缓流过。 这个身陷修罗场面,临死境也不曾皱眉的女子,为她的故事而哭得热泪翻飞。 元宝大人也扑上来,扑在了他们的中间,紧紧地抱住了掌僧无极。 求求你,哭一次就一次,孟夫瑶摇着漠然肤作的掌僧无极的肩,指甲直掐入她衣内。 哭出来,哭出来,求求你,哭出来。 她买手在她肩,一遍遍哭泣着重复,掌僧无极凝视她半傻,终于伸手揽住她,仰手,看着那一线细微的窗缝里透进的月光。 那是无分古今的月光,那是写尽悲欢离合的月光,那是渡过荒凉之河,于人世的金粉迷离中剥落,永远冷然遥照,不知世事极苦的月光。 她以前的人生也是那样的月光,冷而高远的,不属于千丈灯火,不属于平凡岁月,不属于红尘温暖。 她现身全眸几回合,恩怨翻覆,如指尖沙流过,大梦醒来,身世客。 她是王朝的主人,她是人世幸福的过客。 她想尽人间奢侈,有些事于她,亦是奢侈。 然而此刻,有人和她相拥,为她流泪,她的温暖透骨而来,她不能拒绝地听见凝冰化洞的声音。 很久很久以后,她仰起头,闭上眼,月光勾勒出她精致的下额,勾勒出长节之下细细流下,微微反光的水滴。